文字上、語言上的相對統一 繫著文字上、語言上的相對統一 文字上、語言上的相對統一 這是影響極其深遠 因為你顯然孔子能夠周遊列國 商鞅之所以能夠到秦國去做宰相大臣 就是因為它語言上是統一 文字上是統一 統一 文字 這樣就建立了官僚制 創造了接觸 然後還有統一的賦稅 這主要通過統一度量衡 支撐一個官僚體制 和一個軍隊制度 以及這個皇權 這樣就把整個國家 在政治組織上組織起來 中國是一個農耕的中國 它本質上來說 都是小農經濟 但是在歐洲圍繞著 地中海形成的羅馬帝國 那麼這樣一個帝國 它實際上不是一個統治 它是通過交通運輸 貿易來聯繫的 如果是貿易的話 它一定更多是陌生人 更多是市 出現city 而如果是農村的話 它一定是country 更多的是村莊 在這種基礎上 它的整個的這個制度基礎 都是不太一樣的 我不是地理決定論者 是經濟生產方式 影響了這個制度的建構